今晚正式聖誕的聖誕的聖誕 今晚是小耶穌聖誕的聖誕 小耶穌登山的聖誕 制誕的聖誕 是受傷的,是出於聖神。 我們講一下關於優太人的婚姻傳統。 這個婚姻傳統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對未婚夫婦, 是他們不用當時兩邊的父母為他們的子女, 而先去看婚約,但沒有任何合同援衷。 我們兩個小朋友長大,到四年的時候, 就到了第二個階段。 是未有法律任出力。 這陣關係要維持一年。 在這段時間,他們兩個要分開住。 但是,如果其中之一同一方, 不想繼續這段婚姻, 是可以廢住婚約。 但是,如果其中一個女生有了親密關係的話, 是可以廢住婚約。 而第三階段,就是婚約。 當第二階段, 當第二階段, 當時,月室聽到, 是否有了婚姻, 尤其是不認識她的。 我們可以估到, 當時,月室幾個, 真驚。 和進去兩人。 我們可以看到, 平身是扮助監獄。 馬尼亞怎麼可以解釋? 她的婚姻是來自聖宗的男鳥。 誰人會相信這個故事? 但是月室不是普通人。 好像福音都這樣說, 她是一個婚姻。 她也可能, 感覺到我們身上人生的, 是一些不正常的事。 她也打算, 靜靜地有助她就算。 那个时刻天使显然和药室说 他要最关系 所有人生的事 都是天使的计划 没有关任何人的介入 小天使会叫奥巴留意 不像夫人这么说 天主与我们同在 是要忘音都这么说 圣业成为人 同在我们的中间居住 作为他的闻所 在马尼亚 在马特福音中 耶稣升天之前 和他的闻徒说最后的说话 就是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终结 耶稣仍然继续在那位 安法留意 所以我们都继续庆祝耶稣的登山 透过求与基督群体 耶稣都继续庆祝耶稣的登山 尤其是在感恩者中 不断庆祝耶稣的登山 当时他也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存着 当我们愿意 知到他的存在 我们和他的关系就越亲密 而我们的行为、说话、生活 会越相似他 是这个慈悲体验 而我们提醒我们自己 要对身边的人慈悲 就像天主对我们那样慈悲的 他将他的城市赐助给我们 就因为要主我们同庆祝 这个圣诞 让我们最次令耶稣共生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家庭 我们的团体 圣诞 圣诞 我们的世界 好 好 祝大家 圣诞在这里 我们和你大事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不想 非常好 就让我们可以 拍照